節目繼續關心內自嘉義市議會的消息 嘉義市議會在五合早前進行市政中之選 議員王浩為六甲清明 要求嘉義市政府一定會來設立六甲專制單位 另外議員孫冠志含中修華 這是聯手進出西区愛設立各種執行 改革黨西区公共主委沒有平均的進行 中修華也特別提出希望六十八年前 原本要設立玉山完全中學各種部 對處市政民會共調會趕緊來調整六甲專制單位 當時也會調向調整西区各種進行後來農地 江義市議員王浩為五合在議會這次 占隊到台灣西部管制 只剩下271社會處來將關到六甲專業 當時新界新學期的新地在21年前 就已經有生在六甲處 隔壁的家議員在政黨也來侵略六甲情聯署 將其市政府做一次做動勞六甲處 希望市長民會可以跟緊張進行六甲專制單位 做一次做案上告議會 這邊想請你是不是可以承諾市府呢 他在2025年 也就是後年以前可以提案到議會 那這邊請市長來做一個回答 每一位議員的意見我們都很重視 我覺得這是一個表現 另外一個重要的我想 其實我覺得還更重要就是說 在組織沒有變動之前 沒有在變動之前 我們其實更重視的 他實質的成績效果是如何 當然這也是我們要跟勞工朋友們 一起來努力的地方 好 政管基金委 同意市政府有支援一張在黨區 但是西区人口在這幾年 民憲成長 卻一直都沒有過中節 支援分配不說白 九十九%完成了 市剩下百分之一 市長 帶領我們爭取吧 油麻市長 剩百分之一 請你表示一下意見 謝謝主席 感謝孫議員 我想我們一定朝這樣的方向 盡力來努力 那當然各方面也需要大家一起來 那我想這有無限的可能 我們一起 好 我會往這方向走 好嗎 議員長修華這次提起 在在18年前 前市長等的今年來 西区九三完全中學 就已經過白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落實 希望九三國中 可以正式過中方 提供西区面向 優質的主行選領 我們義三完全中學 中央已經 準許成立 讓我們同意掛牌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嘉義士 虛區 來滿足一下所有家長 或者我們教育的缺失 來義三完全中學 把這個高中部門來成立 招生我們的特色 藝術班或者是體育班 在這一方面的一個教育裡面 我想也應該是是時候了 如果說這個整個時間 整個相關的法律做的 還有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去做努力 面對議員的體育 剛議市長不願開強調 六港全社黨委的貨金調節 還沒調節進行 市府經常是實質的六港 環業 和六港作回努力 另外因為 九三完全中學調節有時代背景 面對著現在少子化的經營 夠有要趕家說看得完 議員正出塞区 各中節好好選擇 市府會調向這個方向來努力 細心新聞 中甄孫雄先生 嘉義智 蔡宏博德 洗米洗菜的水 還可以拿來澆花 養成良好的節水習慣 節水省荷包哦